圣经 创世纪十二章一至三节 耶和华对阿巴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我必叫你成为大国 我必赐福给你 叫你的名为大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 为你祝福的 我必赐福于他 那周座你的 我必赐助他 地上的万族 都要因你得福 神在圣经中明讲 哪一个祝福以色列 神必祝福他 但是哪一个奏助以色列 神必奏助他 《撒加尼亚书》十二章三节 那日 我必赐耶路撒冷 向聚集攻击他的万民 当作一块重石头 凡举起的必受重伤 《撒加尼亚书》十二节 《撒加尼亚书》十二节 小布殊講述他的異仗時 仍希望能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能夠並存 並彼此尊重 甚至期望兩國按照米切爾報告的方案而行 同日著名的碳追病毒事件開始發生 當時有一些附有碳追病毒的信件寄到不同的地方 美國聯邦密探FBI因此事而大費周章 由10月2日至31日要檢查所有美國郵件 包括國會、高等法院的郵件 甚至當時國會內和政府很多部門都停止運作 這件事影響美國政府內部政治運作的程度 僅次於南北戰爭 他們購買大量的防毒工具 測試病毒的工具總共花費了30億美元 2001年11月10日 小布殊重申一地兩國的方案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需要完全委身於中東和平的政策上 當小布殊說完這番話之後 在24小時之內 阿拉法在聯合國常務會議中會拍他這番話 亦提到中東這些襲擊是與他無關的 小布殊說完48小時之後 阿拉法說完24小時之後 美國一架載著265位乘客的航機 於甘賴迪機場起飛後墜位 機上所有人離難 而墜位的地方正正是24小時前 阿拉法談話的地方的14英里之外 2002年4月 因以色列境內發生由阿拉法發動的槍戰和恐襲非常頻密 導致以色列隱無可忍之下 用軍隊圍堵巴勒斯坦人總部 並軟禁阿拉法 當時小布殊出面 施以外交壓力 成功在4月28日迫使以色列釋放阿拉法 同日正正在小布殊演說地點的24英里外 一個五級龍捲風吹襲填合西州 這兩件事在同一日成為報紙頭條 一邊說美國導致阿拉法可以得到自由 另一邊則報導龍捲風造成的破壞 2002年6月8日 小布殊跟埃及總統在大衛營作出聯合聲明 呼籲巴勒斯坦趕快立國 並要求在耶路撒冷內的以色列移民 要離開當地 當日美國科羅拉多州 開始了史上最大的火災 短短在三星期內 就銷毀了州內十三萬八千元的地方 該區損失了百多間的房屋 2002年6月18日 小布殊原定計劃發表他對中東和平議長的演說 但當時因以色列發生兩次由巴勒斯坦人發動的恐襲 導致演說延期 同日美國的阿里桑拿州就發生一場大火 據當地的人說 這場的大火是美國西部最嚴重的火災 這次燒毀了55萬畝的森林 這次火災一直至6月24日 同一日小布殊正式演說 重申他對中東和平的議長 隨即要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存 當晚MCI Welcome 承認在計算利息時 計錯了36億美元 導致當時美國史上最大的公司破產事件 2002年10月2日 小布殊一方面承認以色列宣稱耶路撒冷是他們的首都 另一方面又不肯將領事館撤回耶路撒冷 其實即變相不承認耶路撒冷為以色列的首都 就在24小時內 美國出現了一個奇怪的巨峰 利利 因它的變化不定 可算是史上的一次怪風 10月1日它只是一個二級風 但在10月2日 即小布殊講完這番話後 隨即變成四級風 後來又變為二級風 直到打入美國時 導致了7億5千萬的損失 同樣在24小時內 華盛頓有兩名追擊手開始暗殺一些無辜的市民 整件事由10月2日至31日為止 令華盛頓市內的居民極為恐慌 2002年11月7日小布殊公開讚揚回教的齋戒月 在齋戒月當中發表了一番話 講到回教徒和基督徒其實同出一切 並且全美國都會成為回教徒的朋友 同時亦讚揚並推崇他們的信仰 48小時內 美國多個地方出現了88個F4級數龍捲風的吹襲 包括阿肯色州 田納西州 阿拉巴馬州 麥西西比州 喬治亞州 俄亥俄州 賓夕凡尼亞州 事實上在阿拉巴馬州 田納西州和俄亥俄州當中好色的社區 被完全殲滅 其實當時並不是龍捲風的季節 這88個龍捲風因而打破了美國歷年的紀錄 2002年12月5日小布殊提到 其實回教和基督教都是得到神的啟示 而開始他們的信仰和聖經 他們背後的靈都是相同 同日在北卡羅來納州裏面發生了歷史上最大的冰雪暴 這個冰雪暴導致北卡羅來納州與南卡羅來納州的200萬人口沒有電力供應 這一次是兩個州在歷史上最大的停電事件 2003年2月1日小布殊宣稱已經成功安排中東和平條約的路線圖 這個路線圖就是後來的四方機制 實際是讓全世界一起參與要求以色列各地求和的方案 同日 美國穿梭基哥倫比亞號在德薩斯州39英里上空發生爆炸 穿梭基瑞件所散落的地方 是德薩斯州一個名叫巴勒斯坦的地方 恰巧與小布殊陳述和平路線圖巴勒斯坦相同名字 七個磊爛的太空人當中 當中有一名是以色列空軍的上教 2003年4月30日 當時國際調停官終於完成和平路線圖的部署 這個路線圖稱為初步形成的四方機制 以美國為首 加上歐盟、聯合國和俄羅斯一同聯手加速中東和平 2003年5月4日 美國國務卿鮑威爾離開美國到中東推行這個計劃 同日美國先有83個龍捲風 在肯薩斯州、密蘇利州、阿肯式州、田納西州等 導致38人上升 鮑威爾留在中東直至5月11日 整個過程中美國爆發了412個龍捲風 而最後一個龍捲風的消失 正正是鮑威爾離開中東的日子 整個災害導致美國損失了22億美元 在這首一天的期間 在美國另外發生了535個暴風 1385個冰雹風暴 好 開始節先 我們首先顧長多謝神 今天感謝主啊 神在這段時間裏面 讓我們能夠知道這個時代要發生的事 相信今天這篇訊息更加會 給我們有一個更深刻的神的掌管 更加深刻的是 我們這個神是輕萬不得的 每一個龍捲來說 我們這個神是輕萬不得的 我們這個神是輕萬不得的 就好像上次我們說到關於 饑荒的問題 現在就算我們看到澳洲 澳洲的災情似乎更加嚴重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 澳洲又開始在東部是蝗蟲之災 大量的農作物都毀了 澳洲這塊地區其實是出小物和大物的 所以變成麵粉、麵包、麵等 除了現在米價升 麵都會升 因為它受災的地方 其實就是東北部昆士蘭省萬宜 至東南部的維多利亞省 受災的地方是50萬平方里 其實大的程度是多大呢? 其實等於450個香港那麼大